Chantelle姚卓妃三个星期的假期 说这么快就完结了 她又要飞回新西兰继续学业 一向有心思的小飞将 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为小公主送行 他们打造了一辆水晶巴士 既为Chantelle的新歌 这个姿态应援之外 一班粉丝还一起坐着巴士 送Chantelle去机场 巴士出发之前 就先在闹市做短暂的展览 让大家认识Chantelle的新歌 巴士上面摆满了小飞将 为Chantelle设计的应援物 Chantelle也忍不住拍照打卡 展览完了之后 一班小飞将唱着Chantelle的新歌 陪小公主进机场 感觉怎么样 因为第一次坐着巴士 首先第一次坐水晶巴士 第一次坐着有自己的样子 和自己的应援物 在里面的水晶巴士 还有跟粉丝一起坐 终于送到机场 因为今天就要飞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充实 还有很开心可以见到他们 还有很开心他们做了这辆巴士 是否每一次他们做了这麽窩心的行为 都觉得很开心 其实都挺感动的 是啊 因为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刚才听他们说花了很多时间去设计 去重新做那些应援物 然后每一次都要 拍完照片又要收拾照片 然后出帖子 出卡 总之很多东西要搞 所以我觉得很配合他们 很感谢他们 自己有没有小小目标 这次回过去的时候 我想首先要读好些书 因为连接都要下课课 回来之前 所以就加油 还有在那边 因为这次回来香港 吃了很多东西 所以继续在那边努力 保持健康 是 去到入闭的一刻 小飞长都把握机会 和偶像说再见 再见 再见 有没有小小说话 跟粉丝说 很感谢你们等我回来 很感谢你们做了这么多应援物 今天又陪我来机场 我很快9月再见大家